另一方面也要来聚焦 难道国家机器真的开始动员了吗 有网友po出了一张台船企业工会的通知单 上头写着工会干部成员必须要携带卷数 参加蔡英文高雄进总成立大会 因此遭到质疑根本是在变相动员 但台船工会理事长出面澄清 表示工会向来独立自主 加上蔡英文挺国建国造以及离岸风店 理事会才会决议用行动来力挺 支持工会的参选人 还说了韩国瑜才在青年论坛 质疑国建国造 让工会挺不下去 通知单室友写着参加蔡英文高雄进总成立大会 还要求参加人数 理事会成员带三人 其他干部带两人 但仔细看这却是国营色彩的台船企业工会通知单 有人贴出po网遭质疑是强迫动员 甚至有人说这根本就是国家机器 介入选举 我们工会自主不分难力 只要对我们台船 工作员工的工作前或业务有帮忙的 我们就会鼎励支持 谁挺台船工会就挺谁 青山火线澄清 理事长黄日静说 这次动员还经过开会决议 而会选择挺小英 也是为了这件事 做我们潜建国造 可以带动整个我们产业的 我们的发展 会带动我们整个 这未来的工作前都没有问题了 国建国造等于确保老公工作权益 让工会大力相挺 但滑风一转 理事长也对前一天 韩国瑜附和国建国造 是假议题也颇有为辞 为什么昨天还在基隆 那个新年错谈会 还不了解潜建国造 已经进行中了 他还在怀疑 所以我感觉到对他 感觉到很遗憾 直至韩国瑜不了解 因为国建国造已经是ing 但其实台船工会向来独立自主 听谁也是超越党派 因为绿营立委管碧林 就有切身之痛 当初反对中国的平台船 所以台船在第九届选举的时候 我的选区就决意不支持管碧林 当时反对中国平台船进入 伤害台船封电计划 当年立委选举管碧林 就没获得支持 如今又因为国建国造议题 台船工会将矛头指向韩国瑜 也让他们听不下去 建许成长崇敏高层报道